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柔情不见重 风雨能开宫 胸怀 天敌 身心如鸿 好好谦恨在誓之中 热血针天虫 好奇观常红 荆棘之冬 无光如龙 手中不见脚下有风 我一身争气好心万丈 打仗富难而胖 不如染缸一枪痴丹 长漫漫灰心英雄盘 我白尘缸前情不患 打仗富难而寒 众人如山自强来胆 心中有梦光耀武将 我一身争气好心万丈 打仗富难而寒 不如染缸一枪痴丹 长漫漫灰心英雄汗 我白尼尘缸前情不患 打仗富难而寒 众人如山自强来胆 心中有梦光耀武将 丹尘缸梦 师父 凝儿啊 我都知道了 你呀 为什么要瞒着师父呢 我知道 我知道 這件事情肯定很難解釋 也很難說出口 不過呢 思洛都告訴我了 感情這種事情 不能強求要兩情相悅 才是完美的 如雨不喜歡你 你就是再怎麼傷心 又有什麼用呢 寧兒 我雖然是你師父 但是 我一直把你當作我親兒子來看待 我知道 你不可能找思洛傾訴 可你可以來找師父傾訴我 怎麼樣 是如雨拒絕了你 師父 您先坐吧 好 師父 如雨沒有拒絕我 是我主動不再糾纏她的 因為 因為我發現 我最關心的人 還是思洛 好孩子 真是好孩子 你已經學會放下了 寧兒 你身上怎麼這麼多的汗呢 我剛剛跑去練功了 練功 我剛才在周圍散步 怎麼沒有看見你啊 不在太極門 我去了村外面 我怕打擾大家休息 村外 那可真玄乎 剛才朴翼碰到了黑衣人 你知道嗎 有這種事啊 什麼時候的事啊 就我剛才你不在的時候啊 既然會發出這種事 那那個黑衣人會是誰呢 飄逸說是殷小天 總之 這幾天 你千萬不要離開太極門 以防不測 師父 那飄逸她沒事吧 我想飄逸應該沒什麼大礙 寧兒 這個殷小天可真陰險啊 他想把飄逸 引到村外 幸虧飄逸的功夫大有長進 這才能平安地回來 可殷小天雖然失敗了 我想他肯定不會善罷甘休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我會的 師父您放心 好我走了 好師父慢走 就不要走 那我們會去 我們知道嗎 那天那個招 我覺得就是 昔天一座 要準備了拿走了 鈴蔔 我問 argu Professora 不動不動呢 这位兄弟 跟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啊 这个 陈如雨的未婚夫是谁啊 未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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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雨没有未婚夫啊 好 谢了 他问这个干嘛 是谁啊 就是 姑娘 这个朱飘逸 是不是陈如雨的未婚夫啊 朱飘逸 不是啊 如雨没有未婚夫啊 没有 你确定 当然了 你问这个干嘛 没事 没事 我们走吧 真真奇怪 不过这如雨 既然没有未婚夫 他为什么非要跟我说 他有未婚夫呢 他肯定是想试探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勇气 你 陈如雨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进你回老家成亲哪 成亲 我没有答应要跟你成亲啊 而且我跟你说过了吧 我有未婚夫的 行了 我都调查过了 你那个未婚夫 根本就是假的 你是在考验我 有没有这个勇气 对不对 好 我 好 证明给你看 走 你干嘛你 你放手 成亲 干什么你 谁要跟你成亲 你放手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你 放了如雨 不是 大舅哥 我不想再跟你打了 我只想带着如雨 离开这里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放手 走 任逊 我告诉你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走出太极门 我跟你们说过了 就你们这太极门 只要有人能打过我 我马上就离开陈家宫 没想到你小子 这么明顽不灵啊 他好说 之前可是手下留情了 今天 我可就要使出真功夫了 行了 大舅哥 真的不能再打了 再打 我怕我伤着你 走 讨厌你 放开 放开 你竟然说我打不过你 好 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 看招 喂 别再打了啊 再打不客气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如风 怎么样了 把他扶到房里去 好的 不客气了 如雨是太极门的人 是不可能让你把他带走的 要打 我就跟你打 你算什么 凭什么跟我打 凭 我是他未婚夫 不客气了 我都调查过了 如雨 根本就没有未婚夫 这是我们私底下的约定 别人不知道的 真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好啊 能打赢我再说 站到一边去 担心点 你放弃吧 好啊 好 我放弃陈如雨 离开太极门 你们能晚一点再成婚吗 为什么 等我练好了武功 我再来比武 不用了 我们很快就会成亲了 就多那么一点点时间 都不能给我 说真的 如雨 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日夜不停地思念你 现在你有了未婚夫 我还是愿意等 如果有一天你回心转意了 一定要来找我 我等着你 那个 时间也不早了 你就赶紧回去吧 我们一起送他吧 好啊 来 告辞 不送 怎么 又不舍得让人家走啊 你别乱说 哪有啊 我觉得冉旭就是冲动了点 但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讨厌 不开玩笑了 我们快点回去看看如风吧 嗯 师父 如风的伤严重吗 手臂骨折 看来要静养一些日子 这个冉旭呀 真是无脑 如风在这个节骨也受伤 谁去参加武林大会的比赛呢 爹 要不让飘逸阁去吧 飘逸阁武功进步很大 他现在不但打败冉旭 而且还打败了 殷孝天的手下 我觉得他去参加武林大会 应该没有问题 师父 不行啊 我的实战经验还不够啊 武林大会就是个很好的 实战经验啊 是啊 武林大会 名义上是公平切磋武功 可所有的人为了赢得比赛 都会用尽所有的实战技能 调逸 你既然想得到实战经验 就应该把握这次机会 既可以通过实战增长经验 也可以结交江湖各派人士 让来行走江湖 这些都是必要的经验 自从我来到太极门这些天 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我担心殷孝天 会趁着比武的时候 对太极门不利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殷孝天哪 只不过是张灵海手下的 无名鼠辈 太极门上下几百号弟子 县城里还有郑石康把守 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练好功夫 代表我们太极门参加比赛 取得好成绩 这就是你对我们最好的汇报 谢谢师父鼓励 我一定会尽力的 这就对了 爹 我也要参加武林大会 你都已经受伤了 还怎么参加比赛啊 我单手也能打 不要胡闹 我们武林大会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 才得到全国武术界认可 成为一次切磋功夫的盛会 况且我们太极门 是这次大会的主办方 你让我派一个受伤的弟子出战 大家怎么看我 说我太极门无人了吗 是啊 哥 你手都受伤了 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关于柳英春的训练进展十分顺利 他很有天赋 下一步什么计划 在刺杀张领海之前 我会给他布置一些简单的刺杀任务 让他丰富自己的刺杀经验 这样才能一次性刺杀成功 急着 不能出任何状况 如果出错 要立即除掉柳英春 请哥哥放心 我明白 你什么愿 你想到什么 别 别杀我们 不要杀我们 求求你 求求你 别杀我们 求你了 不要杀我们 求你了 不要杀我们 不要 不要杀我们了 可可 求你了 果果还小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不要杀我们 不要杀我们 求求你 求求你 不过还小 不要 求你让我们一命吧 不要 求求你 求求你 你们先出去吧 是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如果子弹有弹头的话 你现在已经死了 这是对你之前 训练结果的一次考试 不过很遗憾 你失败了 你的敌人 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 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 来反击杀死你 包括老人 小孩 还有孕妇 所以迎春你要记住 我们的敌人 不仅仅是那些军阀 还有贪官恶霸 对于一切能阻挡你的人 你都不能心慈手软 你不杀他们 就是给他们机会来杀死你 作为一个杀手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是不能有任何感情的 都不能有任何问题 我 我要是可以 那些军队 我还可以 要是可以 再执行任务才能 我还可以 还是要是可以 你不杀上 不杀手 你不杀手 我还可以 你不杀手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你而是可以 十万打烊 十万 这么少的钱 他们也好意思拿出手 真当我是要饭的了 其实我们不用贷款 也能支撑 干吗非要看他们的脸色呢 话虽如此 但还是要扩充军备 革命党就要打过来了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不能有任何的万一 还是要逼他们出钱 大帅 既然已经收到钱了 要是再紧逼 可能会出大乱子 能出什么乱子 大帅啊 虽然我们手里有枪 但上海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 我怕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最近几个派系 都在嚷嚷着组建军事联盟 我们能不能也打着这个旗号 向一些工商企业要赞助 如果只盯着银行 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狗屁军事联盟 无非都是在扩充军备 上海的工商业 已经被他们搜刮干净了 我们再去 恐怕连渣子都没有了 那 那我再跟银行那边 协商一下 这笔宝藏 毕竟没有宝藏来得快 我若是拿到龙头杖 打开革命党当年埋藏的宝藏 我就可以造他几个军工厂 但是大帅 这笔宝藏毕竟谁都没见过 如何能这么确定呢 当年我奉清政府之命 捉拿叛党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笔宝藏 虽然过了二十年 我知道这笔宝藏 一定还埋藏在某个深山中 大帅 这笔宝藏到底能有多少价值啊 多少价值 足够我坚立一支 全国最强大的陆军部队 督促殷晓天 尽快找到龙头杖 是 大帅 柴火 卖柴火 卖柴火嘞 我说 练武的至少有两百多何人 高手有多少都不知道 我们得想改办法应对 这样 我们化妆潜入 然后投毒 等太极门的人中毒之后 就毫无抵抗力了 咱们主要的任务 是摩擎周围的地形 设定好进入和撤退路线 这样 让马宁儿搞到陈家沟的地图 马宁儿 我信不过他 你可别忘了 咱们可是他的杀父仇人 这丑人见面纷乱眼红 他却上杆子帮咱们 你不觉得离谱吗 我就不信他没一点儿怨言 你还没看出来啊 马宁儿跟着我们 就是想借机报仇 马宁儿聪明狡诈 谁知道他在帮我们 还是帮他自己 要我说呀 贪狼死在杏猪那小子手里 十有八九十踏过的鬼 回来再说 地图核实过了 没问题 马宁儿没有耍花招 好 有了地图啊 我就可以布置行动了 贪狼死了之后 我们人手明显不足 行动多有不便 下一步怎么办 时间紧迫 来不及抽掉 那么多的人手了 要瓦解太极门 还得需要马宁儿 理应外合 马宁儿靠得住吗 对 他现在还是有价值的 别忘了 我们可是马宁儿的仇人 你多虑了 比起我们 马宁儿还有最大的敌人 其实 马宁儿一直对他父亲 和朱家都十分不满 他又是一个嫉妒心强 争强好胜的人 而且朱飘义有的 他都享有 朱飘义 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而且 只有我们 才能帮他消灭朱飘义 这一点 他十分清楚 原来如此 对不起师父 突然冒犯了 宁儿 你能打倒我 证明你已经进步了 你代表八级门 参加武林大会 完全没有问题 突然不敢当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这是历史的规律 谁也阻挡不了 宁儿 你的武功 已经和我齐平 可以出事了 师父 突然不想离开您 而且您还有很多功夫 没有交给我 宁儿 为时平生 掌握的武功啊 只有这么多了 已经全部交给你了 你要还想学习 其他的武功 那就只能 靠你自己的钻研 和努力了 不是啊 师父 您不是还有全谱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根本就没有什么全谱 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大家休息一下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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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走走走 爹 师哥 吃饭了 走 吃饭吧 爹 快点啊 好 好 去吧 走 爹 爹 手臂怎么样了 没事 一点小伤 没事就好 如风啊 你准备一下 陪我去见大师兄 郑士康 告诉他太极门要举办 武林大会的事情 好 如风 记得通知飘逸一下 知道了 你准备一下 全谱 为什么师父告诉我说没有全谱 却交给了朱飘逸 霓儿 我师父的拳法秘籍怎么在你这儿 我只是对里面的内容很好奇 借来研究一下 听说你受伤了 我特意过来看一下 谢谢 我没有大碍 尹小天的手下武功高强 你是用什么方法打败她的 我是用基本的太极拳 不过 只是侥幸 我很好奇 杀人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做梦都想着 能亲手杀了尹小天 跟她那帮走狗 你已经除掉一个了 怎么样 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不但没有开心 而且 我很自责 我没有想过要杀她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 没想到出手太重 那这样吧 咱们两个联手 铲除殷孝天的门 你觉得怎么样 但师父提醒过我 不能盲目行尸 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你不是也想帮爹报仇吗 但是我们在明 他们在爱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算了 算了 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对了 那个人临死之前 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 他们不会让我离开台积门 看来尹小天 他们还会再来 没错 那个黑衣人就是尹小天 我觉得他不像尹小天 我觉得 对了 我马上就要代表师父 参加武林大会 既然你也参加了 看来我们势必 是要打一场 只是切磋 好 点到为止 蒲方兄 坐坐坐 好 清人兄 请 喝茶 好 我来说 蒲方兄 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好 除了宁儿的事 还能有什么事啊 如果蒲方兄不建议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庆元兄 您儿的武功最近进步了不少啊 这是好事啊 他进步了我是应该高兴 可是 您儿武功的进步 我总感觉 好像与我无关 也讨论 卿元兄 您儿的招式 向来很规矩也很收敛 可是我最近发现 他的招数里面 透着说不出来的很了 这可不是我拔几门的路数啊 会不会是您儿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心中有不平之气 梁兄 你也不用想得太多 不太想 秦远兄 这可不是 单单的心境问题 恐怕另有个原因 我记得浦方兄 跟我说过 宁儿从小 跟你学八级拳 会不会 是他看到他的父亲 死在了殷孝天的 英爪公手下 所以他想学着用 家父曾经告诉过我 要想学太极拳 就要先学会百家拳 他并不是想让我 精通所有的武功 而是看过别家拳法的招式 就不会被别家拳法扰心 宁儿他自小只练八级拳 所以长期以来 他一定会产生 枯燥乏味的心灵 所以看到了新的拳法 难免心中会产生 好奇的感觉 秦远兄 有机会帮我说说他 有些事情 还是你这个做师父说好 我们做外人的 也不便开口啊 不瞒你说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我这个徒弟啊 练武心切 虽然很勤奋 可他眼看飘逸武功进展神速 他心里边一定有压力 我就怕他因此走入偏门 我一直把宁儿 当我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自不叫父之过 如果他真的要做出 什么不妥的事情 我这个师父兼养父 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梁兄也不用太着急 了解清楚之后 再去判断 现在当务之急 是你的宁儿 要应付好 即将举办的武林大会 额 八 三 八 八 八 爹 师父他不让我练营长功 我明白师父的意思 但是为了给您报仇 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我一定要练成 师父 您怎么了 过来 过来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干什么去了 练功啊 练功 练英照功 不是啊 我练的都是师父教我的功夫 好啊 都学会撒谎了 我都看见了 旁门左道也是我教的吗 师父 师父 我只是想为父亲报仇 报仇 以后 你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为什么呀 因为 还没等你报仇呢 你就被邪门歪道给打垮了 殷孝天什么人 殷孝天这种江湖败类 你也学 将来能有出息吗 我真不理解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师父 我只是想练功 我想要变强 哪种功夫强 我就练哪种功夫 为什么殷孝天可以用这种功夫杀人 我就不能练这种功夫 为父亲报仇呢 尼尔 我理解你 可是 我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练盈爪功了 盈爪功能吞噬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希望你 能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 我知道了 师父 我以后不会再练几种功夫了 师父这都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好自为之 孔魏然 外国军工厂在中国的代理人 专门将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武器运往中国 卖给国内军阀 资助他们内战 今天 他将会在乌尔逊大酒店 交易一份先进的武器图纸 你的任务就是 把这份资料拿到 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这里是麻醉剂 可以让人在五秒之内陷入昏迷 可是 我们要那张图纸有什么用呢 这份图纸 对我们来说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你要伪装成修理工 找机会下手 记住 它的保镖都是训练有素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失误 好 没问题 在这儿等我吧 是 嗯 啊 嗯 啊 嗯 嗯 来 恭喜你 任务完成得非常成功 谢谢 怎么了 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麻烦了 当然没有 这种任务对我来说 简直一如反常 只是 什么时候才能刺杀张领海 别着急嘛 任务当然要从简单开始 古人不是说 极业成囚吗 你是为正义而战 要循序渐进 祝我们成功 我必须要紧张领海 你也不想着想 我必须要紧张领海 都不想着想 我必须要紧张领海 不想着想 我必须要紧张领海 我会很珍惜这份感情 不管我以前怎么样 以后呢 我承诺 我对你柳莹春 永远不会变心 我的心 就交给你了 你的心 我也会好好守护着 人生才没有遗憾可惜 我们要在一起 不畏惧 惊奇 只怕命运 将我和你分离 如果我 失去了爱你的权利 不要闹了 快点还给我吧 不要 为什么 飘一哥 我知道这个玉佩对你很重要 是你给你未婚妻的定情信物 也是你们爱情的证明 但是 我先替你保管着 等你比武结束之后 我再还给你 为什么要等我比武之后 再还给我 因为要是你整天 带着这个玉佩 心里的牵挂就太多了 心神不宁的 这样怎么好好比武 而且我觉得 你是不是可以 先忘掉过去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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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 娘 娘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有点迷点爱太难 只怕草率晕了秋山 混沌多泛滥 也要难也好浓淡 人举我散 话题容易爱太难 山水再美也不断 回忆的质感 孤家后的冥暗 熬陷了遗憾 我泪衣沫伤 山水染了我的掌纹 多了几分 对你的钟情就多了几尘 情永远的心神 思念泛滚 母亲多深 山水就有多了人 永远的心神 永远的心神 山水就有多了人 Zucker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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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